记者周燕于台北报道,台北市木榨焚化厂的长颈鹿烟窗,因与临近动物园遥遥相望,是附近往来车辆的明显指标。 有民众上网发文,知烟窗上的长颈鹿图案消失,引来网友留言还我长颈鹿。 木榨焚化厂表示,长颈鹿图腾已有近25年历史,外观略显斑驳,配合焚化厂整修计划,烟窗彩绘整修连带进行,尚不便透露要绘制何种图案,但年底前图案一定会绘制完成。 据环保局网站介绍,高150公尺的长颈鹿烟窗,当时考量与附近景点相融,因此决定绘制动物园的长颈鹿图案,这是国内首作与附近景观相融的彩绘烟窗,更是附近地区往来车辆明显指标。 有网友于PTT文山办发文,指长颈鹿烟窗。 烟窗上的长颈鹿图案消失,引起热议,有网友说,看了20多年,要变成时代的眼泪吗?看到那根就知道动物园要到了。 也有人指出,谣传要画上台湾蓝雀,但有人指台湾蓝雀脖子长度不符焚化炉高度。 木架分化厂长梁红狼表示,厂内的长颈鹿烟窗于1994年建造完成,至今已有24年,因历经风吹日晒雨林,油漆剥落,外观斑驳,完工至今从未重绘或补画,近日配合木架厂整修计划,5月开始连带诗作彩绘整修工程,除去烟窗上的长颈鹿图案。 至于未来将要绘制什么图案,是否为网友谣传要画台湾蓝雀? 梁红狼说,目前尚无法透露,但汇泽期尽快公布,今年年底前新图案一定会绘制上烟窗。